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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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謝謝 教委長請上班獎 今天有機會在各位非常年輕 70歲才開始 年輕而且非常得高望重的各位前輩面前 來做新的報告 因為我是跟隨我們王教授 學習南釀醫學 在學習當中覺得浩瀚無窮 真的是值得我再跟各位學習 那我今天就是最簡單的一個心得報告 這裡面所講的每一句話都不是我的話 都是我毛教授的話 也是很多先輩的話 那我只是做一個整理跟大家分享 主要用意就是讓各位了解 毛教授他這麼多年來60多年來的一個心得 那麼在心得裡面其實跟很多其他的前輩 不管是台灣或是大陸 他們所有的 這個所有的他們的 研究的一個結論都是一樣的 用這些話來印證 好 教授說剛剛他說過了 他說我們其實我們人生 就身體本身就很多自然復原的一個能力 那只是應用科學化的方式 讓加強他機能的一個作用 產生更好的效果 那各位最近有一本書叫做 90%的病自己會好 一個日本的肛本育醫生寫的 那麼他的理論是這樣 他說大概根據他的實驗臨傳 發現九成的疾病會自動好 而且很多病都是不要吃藥的 吃藥就是要治本 治標不治本 那麼因為會影響到免疫功能等等 這些就是他的一個論點 那麼在Hippocritic他也講過 這個五百年前一個西方的醫學之父 他講的病人的本能就是病人的醫生 病人最好的醫生就是自己 還有各位看很多的動物 他生病的時候他就靜靜躺在那邊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就是要讓自己的體力節約 節省下來 然後讓自己的敷衍能力來作用 那今天毛教授的能量醫學的主著呢 裡面有幾個重點 就是根據人體的器官 那麼產生波形跟頻率 因為人體的器官其實都在動的狀態 那因為有這個動的狀態 所以如果我們跟他 產生一種共振的效應的時候 那麼會加強他的一個作用 各位知道這個人是誰嗎 Pieter Grosses 知道嗎 你們應該不認識他 因為他是西岩2500年前的一個 但是我講到一個事情你們就知道 避世電理 避世原理 我們數學的避世定律 就是他發明的 他曾經發生的事情是這樣 他在街上碰到兩個人在吵架 結果這兩個人吵架呢 他就唱了一首歌 結果當中一個人呢 這個頻率跟他一樣 所以他就不打架了 就跟對方說 欸 對不起 對不起 所以表示呢 就是聲音的力量 可以產生頻率以後呢 讓對方跟他溝通 跟他共振 就會產生和諧的一個力量出來 那這個是剛剛教授講的 脫勤跟頻率 還有能量醫學 他明年來的過程是這樣 他說因為身體呢 有一種氣功 有一種市場 用科技的電路 來跟他產生相同的一個生理磁場 來加強他的體能 有一本書叫人體電力公司 用人體跟電力公司合在一起 表示人體是有能量的 可以發電的 那麼這個有一本書叫探索人體內層結構 他講到這個經絡系統 其實體內的電能系統 那麼內氣就是體內的電波 外氣就是電磁波 包括光經絡 內氣循環的路線 乾鐵就是電磁正當器 磁道就是採氣 可以把外氣變成內氣 那麼我們毛教授 能量醫學的診斷跟條理 他是這樣 他說利用剛剛他講的 尖東方的現象 來透過我們神經的一個磁位點 偵測到經絡相關的器官 那產生對細胞的一種電子的高低位 電位的一種偵測 以後來判斷他的健康狀態 那有一個郭慶長先生他講 他說從物理的角度 任何物質都是由原子構成 內含電子均具電性 所以他說人體的細胞就是電性血漿 那麼生物電共振 在很多的這個學歷上都已經同意了 兩個振動頻率相同的物體 當一個發生振動的時候 會引起另一個物體振動的現象 第二個就是人體細胞電荷發生異常 那當生物電共振頻率接近這個 細胞電荷的時候 達到共振的效果 那會把這個異常的細胞進行透析 穴位基本上它是一個交匯點 反應點 阿缺點 也代表一種病變的一種表現 但是穴位有一個很好的一個特點 就是他也有修復的應變能力 所以毛教授的這個原理也是透過穴位 那麼調理方面就是 把器官細胞所含電位的高定 一調整叫做這個 最後拿到細胞活躍 細胞繁殖的物體 那麼活躍細胞就是細胞內的電荷 我們透過刺激以後來讓它更活躍 細胞都有帶生物電 生物電產生共振以後才產生激活細胞的原理 那麼郭慶祥也講 他說當人體氣 丈夫應做異常 感覺痛痛的時候代表變異量 就是以正常指向比較被偵測出來 那麼在毛教授發明的這個 儀器裡面就是應用這種變異量就是差異值來觀察來矯正 人體的病變 那尤其難得的是可以對多重的顧疾也可以改善 可以加以能量的調理跟增補 那麼毛教授有些建言 這個建言我曾看了一篇報告 就是我們台北榮總的黃建仁這個前主任 他講過醫療 他說他是在SARS的時候 發現很多的原有的這個醫療方式是沒有辦法去治療 所以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當醫療方法有食而窮 是需要變通 而醫學教育更需要正式提早因應 那麼毛教授言就是也希望透過傳統穴道的擴大原理能夠調整跟診療 那麼他自然療法他是運用數位的一個診跟療 那麼科授的方向希望穴位的一個查病 細胞電位的能量醫學量子醫學對藥物的測試 這個合乎你的需求還有四向線的一個測量 那麼可以透過這個穴道進去以後跟相關的細胞產生氣能的負端 那麼在醫藥方面如果有不足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用能量來調理 那麼教授有發現臨床大概有一兩萬個實際的一個案例 就是有二十一個可以僱疾 可以來透過能量醫學來做最好的一個輔助治療 這個手冊上應該有大家可以參考 教授也有一本書也希望大家能夠來看 那麼能量醫學可以對免疫系統 對心吸管 對神經系統 對感官系統等等都有一個好處 那這個圖呢只是要讓各位瞭解 就是我們發現很多人在三十歲的時候 他的能量應該是大概是九十 九十這個dV 但是透過這個在六十歲以後呢 就到增加五十了 那五十以後呢 他就會產生衰竭 那這個時候如果用教授發明的這個 這個是五十了 這個九十五十 然後透過教授發明的這個儀器呢 可以把這個五十再變成九十 就是他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功效 而且實際上是可以臨床很多證實的 那麼就是他用電位 細胞電位的高低來做一個調整 那他有很多的專利 有很多的發明 那麼在接下來我想 如果時間優秀有幾個大肆的對話 我們來聽一聽 來佐證一下 這個在有一個論 這個 雲南命典論 他說 治到治危啊 這個變化 在危啊 變化無窮 熟悉其言 久不在 就是說告訴我們其實 人 這個很多道理 很多醫學是很 變化很多的 我們應該用謙虛的心來探究它 那麼黃帝念經有講過 他說 日以月焉 水以靜焉 無以響焉 乎日月之名 不失其影 水盡之茶 不失其行 無想之應 不失其聲 重點是在這下面一句話 動搖著應和 盡得其情情 也就是說 毛教授呢 他雖然透過穴道 但是因為他穴道 一個音頻的原理呢 就可以產生跟器官來應和 另外就是 扁雀有講過 他說 使世人易之危 能使良易得 早從事 則即可也 身可活也 人之所以病 病疾多 而醫之所以病 病道少 病道的意思就是說 醫生就是 恐懼自己的方法不多 所以病人是怕自己的疾病太多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那麼孫慈廟也講過 他說高一倒以耀使 救以貶濟 這個句話就是說 如果我們人呢 就是除了耀使以外 還要再加一個針灸 曹操講過一句話 他說 神歸雖受 猶有盡死 神歸很常受 當天耶穌又回去的時候 藤蛇沉悟 周圍有土灰 老祭以福利 志在前裏 烈是木裏 壯心不已 下面兩句話 迎戳之旗 不但在天 遺養之旗 福可得有名 也就是說 人的壽命其實是自己可以掌握的 好 所以現在快到了 最快的時間來 好 好 尚医 医果息是医疾 老子說 夫為病 病是與不病 因為他自己知道自己病了 所以 其實他就沒有病了 因為他可以医 尚要養命 中要養性 這是不一樣的 有病不治 常說中醫就是 有病的時候 你不去治療 有時候自己都會符合做 醫藥的道理 那麼治病有難 古男便疾自己癮 藥 祭方別藥 那麼教授呢 他這個再道除了癮藥 這個沒有以外 其實這四子都有 好 元氣是很重要的 這個中醫長先生說 望一經問一響 文一真 竊一系 而西方之枕療方法 易以眾之 做到古為經用 細為中用 那麼他說 要認識到中系 西醫彼此長之短 更為堅定力捍衛中醫 那麼我們西醫走到瓶頸的時候 我們要透過中醫來協助 這樣 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很重要 中醫是以療效為基礎的 實踐式檢驗真理的標準 療效檢驗真理 那麼中國傳統醫學是 千萬代的人的一個 生活經驗跟身處智慧 它是一個整體的醫學 他講的一個不一樣的 西醫講做解剖 中醫講做功能 一個中醫是首先一個雜家 或者才一個專家 那麼這個我們就不講了 對 剛剛講120歲 根據內經講是120歲 那根據科學房計算 壽命是講120歲的是 細胞分裂次是50次 成分裂周期2.4年剛好120歲 精氣神等等 因為這個時間的關係 我想 好 我再跟 謝謝 張教育長 最後我想講 這個科技能量醫學 我們毛錦南 教授他講的一句話 他說音頻能量導入 這是他所有一個研究60多年的一個結晶 我想這是大家值得來跟他學習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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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邀請另外一位台灣 在這方面領域非常有貢獻的一個醫師 是王群光理事長 台灣腦波自律神經醫學會 主講的題目是 精神神經疾病不要耳語 哇 不要耳語耶 真是 我們要好好來跟王理事長來請議 在王群光理事長下面的另外一位是郭博